朋友圈被创造101刷屏!90后、0后都这样追星了!粉丝经济超乎你想象! 追了两个多月的小姐姐成团季!终于在上周六画上了句号! Nitik的小姐姐有没有成功出道? 小编的朋友圈都被刷爆了!简直比德国2比1还要火热! 局势大概如下!请大家为我们家美琪点赞,我们家大哥要C位出道了! 请大家Pick我家刘仁宇,送她出道吧! 请大家Pick局姐,她真的有毒,局外人都为她折服! 你的票圈有没有被这类词刷屏? 很多人可能听到《创造101》这个节目名字的时候, 会以为《创造101》是个民间发明展示类节目! 让人不得不怀疑现在民间小发明节目也这么火了吗?一定是发明了不得了的东西! 这居然是一档女团选拔赛!对的,你没有听错! 多久!九十后的中年人们不认老都不行啦! 年轻人都在看 6月23日晚 网络选秀节目创造101总决赛举行 观众点赞次数排在前11的女孩组团出道 不管你想不想知道 你一定被以下全部或部分名字刷过评 创造101成团11人名单 孟美琪、吴璇怡、杨超越、段奥娟、Emermay、赖美云、子宁、Sarney、杨云晴、李子婷、傅京、徐梦杰 作为票选明星之一 李宇春对此抑郁中的 这次土创总决赛真的不简单 连小编的老公彭于燕都请来了 彭于燕对101女孩的标准很简单 独立、立足当下目标 自信 能够执着追梦 勇敢 勇于表达自己 过去两个多月里 不管你是否关注创造101 相信你的朋友圈一定被这些小姐姐的名字刷屏过 作为一个偶像女团养成节目 通过任务、训练、考核 让101名女生在明星导师训练下成长 通过粉丝的pick来决定每一轮的晋级和淘汰 最终只有11人成团出道 残酷的赛制 王菊、杨超越等争议选手 粉丝决定偶像能否出道的互动性等 使得这项节目收获了现象级的流量和话题 创造101总决赛的话题 占据微博热搜半壁江山 据统计 截至6月21日晚 创造101的总播放量已超过43亿 微博话题讨论高达 9000多万条 pick c位 也成为风靡网络的流行热词 人气选手占据了各大公众号 以及微博热点话题榜的潜力 身为局外人的你肯定被刷屏过吧 粉丝经济 一场人力 财力的运动 在这场造星运动中 粉丝的力量功不可没 跟其他选秀节目依靠专业评审不同的是 这档节目一开始就打出全民创始人的概念 完全由粉丝点赞数决定选手去留 这也使得粉丝的作用被空前放大 从6月16日开始 创造101的排位变为每天公布一次 粉丝之间的较量也进入白热化 为了能使爱豆高位出道 粉丝们不遗余力的集资买卡投票 时刻刷新排名 奔走转发拉票 每当自己pick的选手调出出道位 粉丝们便心急如焚地拉票 创造101的投票规则是这样的 腾讯视频会员每天可以为11名选手各投11票 如果想再单独为某位选手投票 就需要购买选手定制会员卡 一张定制卡可以额外再投121票 许多粉丝选择众志成城的集资方式 将资金聚拢于偶像后援会手中 由后援会集中投票 据有一丝报告报道 截至6月22日12点 摩点网可以搜到累计共21次扬超越众筹姻缘活动 OHOT平台34 公开的数据里 摩点网筹集到2263425.51元 OHOT平台累计筹集到777097.42元 总共300万元之多 筹资美人4也在1万以上 集资是当代粉丝圈常见的一种行为 集资的钱通常会被用来给偶像做姻缘 如买生日礼物 买专辑等 和创造101相似的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 有统计指出 选手蔡徐坤的粉资 应援集资名账金额达200万元 据报道 截至6月23日中午 据不完全统计 腾讯101的集资总额已超3000万元 斗版网友整理的创造101的粉丝集资投票的数额 截至6月18日 粉丝经济下的偶像杨成 遭在2005年超级女生的比赛中 粉丝团体开始形成规模并自发组织和运作 简讯投票模式深入人心 当时仅冠冠军 当时仅冠军李宇春一人 在总决赛时就获得了35283808票 粉丝经济潜在的巨大消费市场渐渐浮现 之后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 粉丝经济变现渠道越来越多元化 从去年的中国有嘻哈 到年初偶像练习声 再到现在的创造101 无不引发大众的热切关注 偶像元年已然来临 从粉丝掏腰包为偶像投票姻缘 买节目冠名赞助产品 买周边同款 支持代言音乐影视作品等 到选秀养成戏王 综受到热烈追捧 节目平台到广告客户 以及电商 粉丝服务平台 都获得巨大利润 娱乐明星粉丝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 占了近95%的比例 他们的主要追星方式就是姻缘 88.8%的粉丝每年至少都会有几次 有的还是每月几次 每周几次的 在偶像身上消费 甚至有6.6%的粉丝每天都会在追星方面消费 你我本无缘 全靠我花钱 粉丝的经济实力影响住偶像的发展趋势 微博粉丝量 百度指数 各类排行榜等 在大数据时代代表住他们的影响力 其背后的姻缘力量预示住巨大的商业价值 粉丝经济 使得粉丝和偶像之间 存在住隐形的契约关系 使得两者的关系更加紧密 除了经济实力 还需要粉丝有文化 王菊的粉丝告诉小编 没文化你连粉丝都做不了 其粉丝小菊豆的资深文案功底 甚至其卷漂流平 小编深深的感慨饭圈好难混 为偶像买单也要有底线 生活还是需要有些正能量的东西 土创女孩带给粉丝的影响不仅仅是 我长得好看 你要pick我这么简单 而是我这么优秀 你要跟住我一起变更好啊 偶像对粉丝的影响是最有力的 最让人谢服的 粉丝对偶像的爱是最向阳的 最让人感动的 有人说 粉丝对明星的爱太脆弱了 总是在流动 有心的小哥哥小姐姐出现 他们就会移情别恋 但是起码当下 他们为一个人的未来拼尽努力 彻底拉票 用心支持的情感 是真心实意的 哪怕你日后脱饭爬墙 回头想起自己 曾经这么用力 把一个人碰向人生的最高峰 也是一种欣慰和感动吧 除了甜还是甜 比恋爱还甜 创造101节目中 并不具备足够实力的杨超越 最终还是在粉丝的加持下成功出道 但流量只是一时的 当新鲜感退去 这些所谓的偶像会何去何从 创造101决赛 创造101决赛 杨超越以第三名的成绩成团出道 如今90后 零后粉丝已成为主力 通常一开始都抱住无私的心态 他们被偶像的颜值 人设与梦想打动 共情心理衍生出参与性消费 为偶像打call 买单 包容偶像的一切 在追星的过程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但是追星更多的是一时的狂欢 现实的生活更需要热情投入 那么问题来了 你为追星花了多少钱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